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了吧 你试试 让你脑袋从后面让人敲一棍子 然后捆床上绑三天 你试试 大师今儿个怎么了 还在睡呢 是啊 但是 干嘛呢 瞧你刚才睡了一样 我看看 有没有口水 哪里 哪里 你还说呢 你 我正梦着在海边大酒店吃海鲜 整整一大桌 我刚要拿起一只龙虾 就被你们给吵醒了 对不住了 换你啊 行 你接着吃吧 还笑 还笑啊 你们一个个出去胡吃海鲜 昨晚还一个就是聊海鲜 真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记忆啊 你快起来吧你 快起筹吧你 起吧 起 怎么 又掉下来了 可能昨天晚上风大吹的吧 而且窗户还一直敞着 这都挂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换一张了吧 我就喜欢这张 爱童 其实这次我带巫司去海边 你们俩怎么还没去吃饭啊 再不去就赶不去上课了 喂 在哪儿呢 什么地方 同学 请问一下 表演戏主任办公室怎么走 戏主任 那儿 谢谢啊 陈宇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和周平的故事 我和他没有故事 好 非常不错 你们下来休息吧 今天B组的表演进步很大 A组 编剧 凡仪 上 不错啊 B组今天表现不错 我希望你们两位也是如此 我希望每一天都能看到你们的进步 特别要提醒一句的是 但是 还是你们二位的台词 这已经进入了副派阶段 不应该再把台词作为负担了 开始 我真服了你了 服我什么 你说来就来了呀 那当然 你真的是个编剧 我当然是个编剧了 你真的是凡仪吗 你真的是凡仪吗 皮特先生 严主任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中英文的介绍资料 还有我和我太太陈艳艳在美国注册这所学校的执照的福音件 陈艳艳是你太太呀 我这次回国考察 主要是想联合这里最优秀的影视学院表演系 共同开发国际培训和一些影视表演方面的研究 你们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呀 你们自己给说出来 上午还那么长时间吧 你不在这个人物里面 我上午就真是找不着感觉 我觉得你看我的妻子在后面睡觉 他也不理我 听说主任又要来 这上午一趟 下午又一趟 有点不对劲的 跟主任一块来的那个假洋鬼子呀 中午的时候 我在校门口到时见过 神秘兮兮的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搞不好啊 可能是戏里的头 对咱们这个大戏 又有什么意见 谁知道啊 这个严主任来 阿老师 阿老师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美籍华人Pitter先生 这是阿然老师 你好 阿老师 九雅 他也是陈彦彦女士学校的负责人 也是陈彦彦女士的丈夫 是吗 老师 这是我的名片 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不是演出商吧 我觉得不是 都挺像清炭的 可颜主任还一直陪着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我怎么觉得 这气氛 好像有点紧张 你们两个怎么样 不好意思 这是主任带来的客人 怎么从美国来的 也是这方面专家 所以你不要受他影响 就按照你刚才那种装的剧眼 而且要放松 好吧 我们试试看 我们走就开始 来 可是我真的没听说过什么雷宇 没关系 这是一本雷宇的剧本 你看一下 好啊 这个我拿回去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做些我们之前该做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再做些什么事情 你忘了 你答应过我 要给我写一个剧本的 我以前是答应过你 但是现在不可能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给你写剧本呢 因为我 怎么回事 对不起安老师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老师 我很佩服您的教学 没那么严重 是心里 就是下午那堂课 我知道 从结果来看 两个学生的表现并不是太令人满意 这很正常 任何一个剧团 就包括全世界最顶级的剧团 在排练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 这是自然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那倒不会 那个演繁衣的小姑娘很有潜质 她叫 她叫爱童 爱童 皮特先生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那学生戏不错 是是是 皮特先生 我想听听您具体 对我们这出戏有什么想法 我很欣赏安老师 能够把曹宇先生的雷语 改编成这样一个 现代虚幻历史与单下的新编剧 很有意思 安老师 我对您对学生的表演的训练方法 很佩服 你不是没守成规的去教他们怎么做 而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演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剧中人 这点正是我在美国影视学校 一直追寻的一个教学的目标和方法 皮特先生 您太夸奖了 皮特先生 这也是我们教学进行尝试的一种探索 不过我认为对于经典话剧的改编 还是需要慎重 不 颜主任 这出戏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 它不同于一般的时髦的现代戏 把经典整个来一个颠覆和解构 而恰恰是抓住了经典的核心 用现代人的试点 多层面多角度的呈现给观众 又和现代人的生活困境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非常的了不起 皮特先生 您要是再这么把我夸下去 我会就受不了了 听了一个下午的课 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把这个剧带到美国去 带到纽约一年一度的国际学生戏剧节上 让他们看一看 我们中国影视大学表演系的学生 把握舞台剧的水准 皮特先生 如果这件事情真能够成型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我们戏和我们乐 都是一次很好的提升的机会 你们知道吗 在这个戏剧节上 有很多好莱坞的影视公司的经纪人 在找新兴 这可是个很好的机会 是 机会是不错 不过这事对我们来说 至少目前 还是太遥远了 我给你们做个小测试吧 看看什么样的人 让你们一见钟情 好啊 你快说 假设有一种新款的福克牌 除了有原来的红心 方片 黑桃 还有草花以外 我让你们要增加一种新的图案 增加新的图案 对 如果让你们决定 从第一眼看 你选择下面哪种图案啊 第一种是月亮形 第二种是象棋形 第三种呢 是空心圆形 第四种呢 是漏斗形 嗯 我选月亮形 好 我就告诉你吧 选择月亮形的人 代表让你一见钟情的 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 当你们畅想理想和愿望的时候 你总是会被他的梦所吸引 有点像呢 你先别乐 我对你的提醒还在后面呢 什么呀 我对你的提醒就是 因为这个社会很现实 所以光靠梦想而不肯去努力 是没有用的 所以让你找你的那个人啊 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这样啊 爱童 你选什么呢 啊 你再说一遍 我刚才说半天 你一句都没听啊 你不会 还会上我的事难过吧 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 谁 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还是不是表演戏的学生 安老师 我们没什么事啊 还没什么事呢 你们在舞台上干什么呢 谁的眼睛也不看谁像 演戏 两个人眼睛都不交流 那就演戏嘛 回去给我家家吧 拍着大戏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们这别扭就没断 你们这别扭就永远是搬在舞台上 影响的不是你们两个人 你们把全班的同学都给影响了 知道吗 安老师 我们错了 你别生气 我们回去好好反思 会做好的 我们下部为例 我愿意相信你 下部为例 我也不愿意一个问题不断地重复 记住了 你们将来都是职业演员 下午按时上课 好安老师 我已经回去了 我已经回去了 太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听说这两间美术馆有个法国印象主义画展 还是原作呢 咱们现在时间还早 一起去吧 亲家回去素手也没事 待着也是待着 喂 说什么呢 要去哪玩 加我一个 美术馆 美术馆的画展 是吗 我听人说特别好 我也正要去呢 我要是不去得后悔死 对啊 就我们三个人一起打辆车去吧 是啊是啊 你们俩去吧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不去了 我回宿舍了啊 爱童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我说 还没吃饭呢 爱童啊 你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作业员 别胡思乱想的 每个人都有低潮期 过去了就好了 对了 你还记得 上次我和那拉演那个对手戏吗 我们俩怎么演都进入不了角色 就是那次 拉拉八角 睡上那次 其实我们演戏的时候 经常会把个人的因素 个人的情感 带到角色里 这样真的不好 我也知道不能这样 可是 对了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如果你方便说的话 你告诉我 你和爱童 没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走 你陪我去坐一会儿吧 爱童也不知怎么搞的 整个情绪状态好像都不对呢 是啊 晚上吃饭的时候也不见他 连这排戏出事故 还都撞上了严主人来听课 换了谁心里都不好受 爱童和无私 都怪我 爱童一定还未去海边的诗 误解无私呢 是因为这个呀 怪不得我觉得无私也整天怪怪的呢 可是这也不能全怪你呀 对了 我听说下午来的那个人 是美国一家影视学校的负责人呢 说不定是来挑剑修生的呢 我也听说了 好像是陈燕燕在好莱坞的学校呢 陈燕燕 爱童的那个偶像啊 爱童 爱童 你怎么有一个人在这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去吃饭 食堂都快关了 我没胃口不想吃 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那你也不能不吃饭啊 你要是不想动 我就给你买 不用了 姬姬 你们俩让我一个人走走吧 我会做一遍 因为我能放下来 希望你开词 永远 然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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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燕燕 我不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 还是在生无私的气 其实 他在我外婆床前讲的话 是想讲给你听的 是他跟你说的吗 我知道的 有些话 他想讲给我听 完全可以自己来找我 可是你给他机会了吗 还有这个 这条项链 你知道对他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吗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正是因为他重要 所以我才不能随便接受 爱童 你跟无私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不想伤害他 正想把这台大戏排下去的话 你就收下他吧 我想伤害我 也没法 大师 我这忙着呢 您就别折腾我了 他们都没事了 折腾折腾去 研究剧本了 别看了 知道你今天演戏为什么变怒 但是根本就不是因为你研究剧本 研究的不透 是因为你紧张 连正眼都不敢看翻译 听我的 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啊 什么事都没了 大师 你就别打扰公司 让他一个人待会儿 怎么了 又不是失恋 干嘛一个人静静 你 我看了 太好了 好了 是 我 有什么事 我不是这种啊 这是小处症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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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老师 主任呢 怎么了 你这一夜都没回家呀 都要上课了 那可不是嘛 足够了 这几天排练的效果 一直都不是很理想 只有昨天晚上家的一会儿 同时出了几条方案 想今天一起来试一试 阿老师 你太辛苦了 我看主要问题 还是出在我自己的这个本子里 啊 说句实在话 阿老师 自从皮特先生来完 看了你的课以后 对你的课大家赞赏 我才意识到 其实我对你这个大戏啊 有点常见 主任 快别这么说了 阿老师 以后 在排气上 如果有什么困难 跟系里提出来 系里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的 我心里有数 孝蕾系里 对我们一直那么支持 这事做不好 咱也过不去 那我上课去了 行 好吧 我昨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要心态摆正了 肯定没有问题 你倒好 昨晚上又熬了一宿肯剧本 这会儿反而没精神了 还好吧 还好 我的话你就是不听 我告诉你 这时候啊 越是紧张 越是容易到关键时刻 你就罗三 我刚去剧组拍戏的时候 也这样 后来撒开了 反而轻轻松松 一下子就找了感觉了 现在 我不是因为紧张 我是 也是 你呀 情况还不太一样 主要是感情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 我就没什么办法了 说曹操 曹操大了 你忘了 你答应过我 要给我写剧本的 剧本 是 我曾经答应过你们 不过现在 不可能了 为什么 你们两个先停一下吧 不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剧本 对不起 阿兰老师 恕我之言 我觉得问题不再剧本 那您是觉得 阿兰老师 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看演出的时候 挺不错的 我知道 这次呢 你把他们的剧本 调整了一下 把一些对话给删减了 对 看起来是直奔主题 避免造成两个人感情暧昧的嫌疑 可在我看来 太直接了 他反而就没意思了 所以 我觉得 问题不在于剧本 问题在于 这两位演员 我觉得 他们演对手戏 缺乏默契 说的有道理 爱童小姐 来 皮特先生 您好 您好 首先我想向你道歉 刚才我在课上 批评你们的配合 但我觉得 你在表演上 很有天赋 谢谢 记得 我第一次来你们班听课的时候 你的某种气质 让我觉得 特别的亲切 吸引我 后来我终于发现 你真的很像我一个身边最亲近的人 是吗 您不会说 我像你女儿吧 吴同学 我刚才还跟爱童聊你们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 你们两个单独的演技都很不错 只可惜 演起对手戏来 总觉得有些别扭 我觉得 你们两个是不是 在配合的时候 有点 对不起啊 我还有事 不先走了 我是不是让吴同学不高兴了 我真的是旧事润事 我根本就不想为难谁 你别管他 他对这脾气 待会我自己就好了 您不介意啊 艾童小姐 我想请你一起去喝茶聊天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好吧 反正我现在也没事 走 我确定对我 能让银子 快点 银子 最后 你快坐 皮特先生 我們為什麼來這個酒店 我住這 有件東西想讓你看看 在我的房間裡 一定会让你清醒 走吧 喂 艾童 她不在 艾叔叔啊 你好 艾童她不在叔叔 她一下课 就跟一个朋友出去了 好好好 她一回来 我就让她给你打电话 嗯 行 再见艾叔叔 怎么了 艾童爸爸来北京了 可是打她电话 总是关机状态 也许是手机没电了吧 可是 我怎么有点不放心呢 看看照片 陈燕燕 你怎么知道我的偶像是陈燕燕 那天晚上 跟你们的严主任 还有安然老师一块吃饭 顺便聊起你们班同学 安然老师告诉我 我太太 我太太很受大家的欢迎 特别是一个叫艾童的女孩 更是把她当作偶像 你 您太太是陈燕燕 没想到吧 没想到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从你的身上 我看到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您太夸奖我了 其实 我从小就特别充满陈女士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吃完饭再走吧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我的电话怎么自动关机了 喂 爸爸 爸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爸 会呢 周末有个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我就提前几天回来 看看你 怎么样 还有两个月你就大学毕业了 有什么打算 爸 咱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好吗 风头 你还记得 你来北京上去前的那个晚上 咱们两个的谈话吗 我当然记得了 可到现在我都觉得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且我也很有成就感 可是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抗拒我做演员呢 我给了你四年的时间 让你给我证明 可是直到现在 我也没看出来 你对我许诺的成绩 可是我那是 你先听我说 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 我不会强求你出国留学 或者 回公司来帮我 爸爸只是想 让你到上海工作 回到爸爸身边 所以 我已经在上海 替你联系了一家文化机构 也是做影视广告方面的 只是从母前走到了幕后 爸爸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到这个公司实行 他们也很欢迎像你这样的人才 爸爸你别说了 这不可能 我们班现在正在排大戏的紧要关头 我怎么可能走呢 而且 我们两个总也不见面 现在就不要吵了 我们改天再谈吧 排大戏有这么重要吗 那这样吧 我去跟你们老师请个家 爸 你什么都不懂 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你这丫头 怎么跟爸说话呢 说爸什么都不懂 那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那个什么大戏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好吧 那你明天来看 我一定要让你看看 我没白雪这四年 虽然现在 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他就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人 对 你明天晚上来北京 提前了 好 我去接你 这样吧 等见了面 我再详细的跟你说 爱同学真是的 那么晚也不回来 爱同 爱同 你可算回来了 你跑哪儿去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爸妈都急死了 那个皮特 没怎么找你吧 什么呀 想哪儿去了 我这不好哈的嘛 爱同 你爸爸来北京了 我到处找不到女人 他让你回来的时候 给他打个电话 我知道了 我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哎 伍斯 你过来一下呗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跟我 对啊 走啊 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说吧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拜托我 嗯 其实今天排练失误 我有一大部分责任 所以 我心里挺跪不去的 彼此 你有我的问题 对啊 所以 我希望明天我们两个 能够参与好 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插错了 你知道吗 当然 不过你叫我出来 就是跟我说的这事啊 对啊 实话跟你说吧 我爸明天要来看我们台位 所以就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向你给他看 我学表演这条路是选择对的 你放心吧 我明白的 我谢谢你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我们好了 就从你那句台词 繁衣 你怎么还没睡啊 开始 我睡不着 你还没睡呢 我睡不着 你真的是个编剧吗 我当然是个编剧了 我忽然有个想法 我想请你帮我写一个剧本 写个剧本 写个剧本 对 一个埋藏在我心里十几年的故事 可我太太在家呀 你不是说她已经睡了吗 你一来她不就醒了吗 那好 三十五分钟之后 我在你门口等你 你打开门 我不按门铃 她就不会醒了 怎么 你真的要来啊 当然 只要你肯开门 我不信 你不会是真的 你不会来的 我在周家受了十几年的煎熬 如果我不是真的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痛不欲生的感觉 我好像死过 又有人让我再生 然后再把我置之于死地 我心里有话说不出来 我就必须找一个人帮我写 如果你真的是个作家 我正好是你剧本里的一个真实的角色 相信我 相信我 我是真的 我的故事也是真的 你会相信我吗 你会到一个你不认识的男人家里面吗 我从来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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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从 停 你这台词说多少遍了 从头再来 我不 Robinson 我从来就回来了 我 Hopp 你会开始说 邓老师 骂林真 我看了 另外一个被爱品 安然老师不是安排你 看学生拍戏吗 你怎么走啊 我 这样吧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到办公室里去谈吧 请吧 走 怎么回事啊 最基本台词都下不来 以前不是演过吗 这不像他们俩的水平啊 这根本不是技术水平的问题 是他心里的节没打开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我看这回啊 安老师也没办法了 搞不好 得换角色 啊 什么呀 马上共演了 这么重的角色 连台词都下不来 看完笑呢 看来 现在不是别的问题 还是要考虑换人的问题 艾先生 我给学生排戏 经常会招点吉省的 您别介意啊 理解 理解 说句实在话 我如果一点不尊重他的选择 当初 我就不会把彤彤送到北京来学表演 对不起啊 我不是对演员有偏见 我十分感谢这四年来 你们老师对他的帮助和教育 不过 这条路 他不合适 艾先生 我是他的表演课老师 在这方面 我应该比您更了解他 艾同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演员 我不知道您 为什么会对他走这条艺术道路那么的担心 谢谢老师的肯定 我们两个 可能是彼此之间立场不同吧 我很清楚 彤彤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是很不现实的 为什么 对于这个行当 您肯定比我了解的多 但是一个好演员或者一个明星出现的概率有多少 我还是了解一下 就拿您这个班来说吧 十几二十个人 如果能出现一个大演员 那您就成功了 可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能让他失败 做父亲的 对自己女儿的这种心理 我完全可以理解 艾同也曾经告诉过我 说您对他未来的期望 所以我今天来 就是来求你们帮我劝劝他 你们说的比我说的管用 艾先生 作为老师 我只能对艾同说 好好学表演 看来我们之间是谁也劝不了谁